在海灾王的故事中,草帽团两年前在泡沫岛,被爆军雄,一个一个拍飞到世界各地,而陆飞在经历过顶上站丁之后,感觉到了自己一伙人实力的不足,所以决定用两年的时间来沉淀修炼,两年之后草帽团每个人都是脱胎换虎王者归来,而今天就要来说说草帽团变化最大的两个人。 不知道细心的海灾们有没有发现,其实变化最大的就是索龙了,首先先说实力上的变化,草帽团其他任何一个人,在两年间的修炼强度,都是绝对赶不上索龙的,毕竟索龙每天都在进行着无尽的战斗,而战斗的对象是模仿并竞战用眼尖术的费费,那可是相当于一直在跟一眼过招啊。 当然修炼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,到目前为止索龙可以说是未尚一败,除了对战腾固时有点陷入苦战,其他时候基本都是轻松搞定,而且在愚人岛面对陆飞坝王者,把气一下放弹不外人的举动。 索龙只是轻描淡写的觉得,这件事情都做不到船长都该换人的,小编辑是一直都觉得,两年后的所大战斗力是绝对要强于陆飞的,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的。 然而除了战斗力的变化之外,最大的变化在于索龙开始说俏批话了,甚至加入了萌的属性。 就比如集合的时候,给别的伙伴按集合时间先后顺序排号,要知道索大两年前是绝对不会搞这种事情的,默默的觉得索大两年前不酷的形象一瞬间崩塌了。 第二个变化比较大的就是乔八了,战斗力上可以说是进步也比较大,暴走状态可以控制了,战斗力也是不俗。 但是其实乔八最主要的变化,在于心态的变化,要知道两年前的乔八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怪物而然的紫杯,虽然没有表现出来,虽然伙伴们接纳了他,但是依旧是心存借地的。